好 再要帶你看到是今天啊 這個創櫃板是正式的啟用了 首批掛牌公司一共有19家 行政院長江宇化也到場致辭 期許創櫃板能夠成功和全民拼經濟 3 2 1 請接目 創櫃板上路 首帕登陸的19家公司 正式公告在櫃板中心創櫃專區 響應政府扶植小型及微型創新企業發展政策 櫃板中心規劃創櫃板 讓小企業免辦理公開發行 就能透過管道進行股權籌資 不過創櫃板並沒有開放股票交易 兩天前的元旦注辭裡面 馬總統改變了過去 在元旦注辭的講話內容方式 他不是去系數政府 在過去一年裡面 各個領域的政績 或者是未來一年 各個方面要做的事 他把所有的元旦的獎值 集中在一件事情 就是拚經濟 根據經濟部統計 資本額100到5000萬的企業就高達50萬家 無法跨越上市櫃門檻 相關單位因此規劃創櫃板 讓小企業也有籌資機會 首播在3號掛牌創櫃板的企業 一共有19家 其中3家是創意產業 3家是農氣產業 最特別的是有一家社會企業參與 最重要的意義 其實募資是其次 而是我們努力了這5年來發現 身杖朋友的信任很難贏得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藉由創櫃板的登陸 讓我們拓點全台灣 把台灣建造成一個 亞洲無障礙旅遊的示範地區 希望為牛樟絲這個產業 建立一個國際型的標準 這個標準是可以讓牛樟絲產業 像韓國人生一樣的發揚光大 依照規定創櫃板企業投資資訊 至少要揭示5天 讓投資人參與認購 不過為了避免散戶承擔過大風險 創櫃板規定 一般投資人最多只能投資6萬元 雨天TV微飛秋心儀台報道